大家还记得我们那台北斗星吗 这车在这停了2000多 现在已经没有电了 我就知道被发电 在过去2000多公里的行驶过程中 我们发现这台车 其实在出产的时候就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制动力经常会踩两脑刹车没有了 四季 同时发动机供照灯以及胎压灯一直在亮 那么我进行了物理检查之后 发现发动机和轮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纯粹就是故障灯自我显示状态 所以在这段时间 我们也拿它当了一个氛围灯使用 另外一点就是电瓶的问题 我们现在举着相机的摄像老师 在过去开了1000多公里的状态里面 基本上每一个星期不开 它就会完全打不着了 这个电放电速度非常的快 后来我们发现这台车的电瓶 并不是一个标准电瓶 是一个中小号的电瓶 我们拿着我们编导老师 四年老宝马换下来的电瓶 给北斗星搭电 一直搭了一个多月 那个电瓶依然可以顺利来启动 这台北斗星 所以我们决定 将这台车整个的性能进行一次优化 同时在外观上 也给它做一定的美观的升级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 这台北斗星变强到什么样子 现在就是这样子了 大家是不是觉得比之前好看了很多呢 我们这一次给它做了一个双色车身的处理 那么在选择下半身颜色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经过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和深思熟虑 最后我们就因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来选择这个颜色 这个重要因素就是好看 另外只是颜色的变化 那么我们也参考了很多日本原厂的颜色的匹配 那么双色车身其实在日系里边还是非常多见的 当然了这一套生的车身已经是合法化的了 我们兴师本已经更改完颜色的变更了 那么喜欢想换颜色的朋友们 在做完颜色的修改之后 一定要去车站所做一个变更合法 上度最重要 还有一点衣服没只是一部分 鞋一定要换 所以来看见我们就这台车的轮毂样式进行了一个更换 我们也参考了非常多日系的改装 以及南方朋友们的改装 所以我们就决定了是这个弧度亮面的大锅盖 说实话这个轮毂换颜色之后 真的整个车一样都非常提气 当然了我们在买回这台新车之后 我们也发现这台车的悬架确实有点过于的软和散了 我们也是找了非常多的资料 从网上订了一套 专门针对于这台车弹簧区间硬度相对硬的弹簧 那么现在这台车驾驶起来 整体车身的支撑力都比之前强了很多 刚才也说了对于这台车的工况 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维修和升级 我们一起打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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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打开放